公元132年 中国博学家张衡 向汉朝宫廷展示了他的最新发明 他声称 这个巨大的地洞仪 能够感知到任何时候发生在中国的地震 并指明哪里需要救助 朝廷有些怀疑 特别是在一个看上去安静的下午 这个装置被触发了 但当几天后 信使带来球员的消息时 他们的疑虑变为了感谢 今天我们不再依靠地洞仪 来辨别地震的发生 但是捕获到地震的发生 仍然是一件独具挑战的事情 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预测地震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地震背后的理论知识 地球的地壳被许多巨大不规则的岩石构成 这些岩石被叫做构造板块 每一个板块浮在炙热融化的地板层上 这也使得板块的运动非常缓慢 每年移动1到20厘米 但即使是很微小的运动 也会释放巨大能量 造成相互作用的板块间形成巨大裂缝 并且在不稳定的区域板块间不断增加的压力 会引发一次地震 监控微小运动是一件难事 但是转变为地震的事件因素更加多样化 不同的断裂线将不同的岩石分开 面对压力有的很坚硬 有的很松软 不同的岩石对摩擦与高温有不同的反应 一部分岩石被融化并释放由超热矿物质构成的润滑液 这减少了断裂线之间的摩擦 但是一些是干燥的容易形成危险的内在压力 所有这些断层受到不同重力作用 以及流经地慢的热熔岩 所以哪些隐含的参数需要我们去分析 并且如何使得它们适应不断更新的预测工具 由于其中的一部分力有固定的发生几率 板块的行为具有周期性 今天我们的许多可靠线索来此长期预测 与之前发生地震的时间与地点有关 几千年来 这种方法使得我们能够预测核实断层高度活跃 就像圣安东列亚斯这种活跃是大地震的前兆 但是由于要考虑太多参数 这种方法只能预测出很模糊的时间表 为了预测更加准确的时间 研究人员调查地震前地球产生的震动 地质学家长期使用地震仪 来捕捉并绘制出地壳中的微小变化 今天大多数智能手机也能记录主要的地震波 借助遍布全球的手机网络 科学家能够融合这些丰富信息 并研制出警告人们地震即将来临的详细预警系统 不幸的是手机并不能提供人们所需要的预告信息 来制定安全的方案 但是一些详细的数据仍然有用 像美国宇航局的QuickSIM软件一样的预测工具 可以使用严谨的地质数据组合 来识别有风险的区域 然而 最近的研究表明 所有这些传感器 也可能无法察觉到最明显的地震信号 2011年 就在日本东海岸发生地震前 附近的研究人员记录到 惊人的高浓度同位速队 东和土 当地震前地壳内压力增加时 这些气体通过微小裂痕溢出到地表 一些科学家认为 在地震多发区建造巨大的东土探测器网络 将成为一个有前景的预警系统 可能提前一周预报地震 当然 所有这些技术都无法和直接观察地球内部相比 有了更深入的观察 我们可能能够实时记录和预测地质变化 每年有可能会拯救数万条生命 但是现在 这些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做好准备 并对有需要的地区做出快速反应 而不用等待地动仪的指示 海啸可以达到100英尺的高度 每小时的速度超过500英里 这些令人震撼的恐怖是从哪里来的 有没有办法减少它们的破坏性 观看此视频 详细了解这些自然灾害 还是两个 envoy fried 我们下来了